接下來會有下面會有一個枝呢 它走的是屬於形酥的底調 對 我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好像還有一個枝 喔 這個有一個地方是 對對對對對 它就帶了形酥底調 所以事實上 你看它這邊也有一個下來 只是它沒有剝回來 但你最好就是不要 嗯 就是說停了去沾末 看能不能連著寫 來看一下 連著寫 好 底 貼 我走了兩次 所以我是連形的轉彎 過了這邊以後就微微向左 最後要彎 彎過去 好 它這邊用的是這個 有點像點的方式 停一梯 好 看一下 它這邊用的是點 用點的話你不算長 對 用點的話上面是平線 下面是這種線 你不要整個都是斜的 聽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你這個點 你這個點 點的角度讓它變成上面是一個平的 跟紅線快要平行 完全平行的線條 下面是斜的 那你如果這個點的角度是這樣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斜下來 就這個口會斜下來會不穩 所以我就告訴你說你打平一點就對了 這個點打平一點 上圓會變成平的一條線 上圓是平的 對 下圓下來一點 其實 你只要上圓是平的 那個點自然就是會比較 你不用特別去想說那個點要胖還是要瘦 就不要管它 這個起應該同學不會太滿 這個我們就不用抬起底下 都沒關係 平常開啟比較遠 這個記多寫幾遍 這個記是右手邊這個記式的記 這個 它其實上面 左邊這個 其實這個字很有趣 我跟各位 這個字非常的有趣 右邊是不是記式的記 對不對 左邊這個是一塊肉 一塊肉 第一吧 這個是用手拿著 然後這個呢 像上天 表示 來示意 它的記式來記 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你如果改成羅馬平均 哪有這種東西 我以前不曉得是什麼是什麼 中國的字就是有圖像 有圖像的一個畫畫的感覺 耳朵 耳朵要注意就是不要寫太大 下面這個彎彎的地方不要寫太胖出去 就是不要寫 跑出去 就在這條線裡面 對 那這個這一塊肉跟那個用手拿的這個 事實上它是要有一點角度 你看一下 它要有一點角度 有沒有 它是向下這是向上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往靠的 靠著左邊的位置上 對 這個用帶一點反手點的感覺 為什麼會是這樣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王羲之的記 老師請問這個在中線嗎 對啊 有沒有 這是不是寫上去 這個字是不是靠左 靠左 知道了齁 不是說我自己憑我的想法 對不對 我問你喔 王羲之的字比較早 還是褚瑟良的字比較早 王羲之 王羲之西元331年 對啊 褚瑟良西元640 600年上下 他出生的時候是西元590幾年 等他翹辯子的時候是640幾年 他只有62歲活 他翹辯子的時候應該650上下 650 658 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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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好像西元658的樣子 他寫這個是 650